時間到了自然就打得到了 就是變成是BNT他就一定是推先推給18 17歲以下 然後我們就變成是夾在你中間 所以他就希望趕快有疫苗打 有正常的疫苗打 沒關係我佛系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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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會啊 但是就是知道 疫苗不夠啊 所以就只能這樣 BNT要來了 原本是開放12到17歲的學生優先師大 不過指揮中心後來改口 18到22歲的大學生也將納入優先順序 不過還不確定接種時間 即將要開學的大學生會不會擔心呢 有一點 可是他們先開學啊 所以沒辦法 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疫苗就是跟那個人的體質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人 不一定說我打什麼就比較好打 我是四個都夠 就是看有什麼就先打什麼 有一點 因為就是我阿姨他們也是叫我一直去 就是問學校可不可以打 但是 就是變成是BNT 他就一定是推 先推給18 17歲以下 然後我們就變成是夾在那中間 有沒有想考慮去打高官啊 沒有 因為他最近致死的日子實在太 太誇張了 我就覺得不是很敢打 而且就是我自己本身是有 過敏的那一步 對所以我就更不敢 更不敢打那種 會是會啊 但也沒辦法 因為這就是現實 能比較早打一點 那當然是最好 但沒有的話 那也沒辦法 呃當然會啊 但是就是知道疫苗不夠啊 所以就只能做這樣 不會啊 因為他們就是比我們更需要 那就先把需求給他們 呃會 然後不捨得忘搞得到 就覺得要等很多 對對對 還好啊 就是沒關係 比較佛氣是不是 對時間到了自然就達得到了 當然是會啊 但是我們學校好像還好 因為有些老師也一樣是照常遠距上課 假如是大什麼的話 所以應該是還好 應該還是會啊 因為畢竟就是來自全台灣嘛 對啊 所以還想說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希望就是大家都有打的情況 應該再開學比較好 會啊會啊 因為沒有疫苗在 就是在人多的地方 還是比較不安全的 有疫苗的人也有可能攜帶病毒 然後我就中了 所以還是希望趕快有疫苗打 有正常的疫苗打 哇 呃 但學校好像有公告說就是 呃 什麼他們好像要要求希望可以我們打 不知道今天的事情吧 我是覺得還好 大家應該都很強壯啊 大家都是年輕人 不用擔心啊 會還是會 但是就是大家要真的要 也是希望學校有一些比較明確的防疫規定 但是又不會違反到學生的學習 真的還蠻考驗學校的能力這樣子 也還好 因為我覺得還可以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畢竟還有兩到三個禮拜 對 雖然說一直抱啦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觀察一下 對 對 這個會比較擔心一點 對 那可能就是線上課程 還是要看老師怎麼安排 欸 因為我之後可能會住宿舍 可能就是比較擔心 就是出去買東西 或是宿舍本身就可能住比較多人 還是要上學 對啊 那個80人以上會是線上課 有之前剛開始就是這樣 就有一些課線上 然後可能怎麼有一天只要去一節這樣之類的 就會很麻煩 那會搞不清楚 就不去 沒有 我對我自己沒有在意 當然這個世界還是趕快好起來我覺得 但是最好 世界趕快恢復運作